感情世界和油管的各位鞋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21号星期五 亚太时间是4月22号星期六 小事整明星 大事捅日本 内院资本家外恨漂亮国 网友短短这四句话说出了中共 转移视线 转嫁危机的基本路数 今天中共把安以轩老公 澳门赌场大亨陈荣炼判了14年重刑 这件案子的本身就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陈荣炼与周卓华是同案犯 那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另外用安以轩的明星艺人身份 和陈荣炼自身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拿出来炒作 显然是有转移视线的意味 因为长丰医院被李强挂牌督查 重新调查火灾的原因 那就这些问题呢 我们今天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从中来看看真实的火音是什么 以及有多少人在火灾中罹难了 北京长丰医院火灾已经过去三天了 今天北京市成立了418火灾事故调查组 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中共官媒报道表示 事故组将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查明事故原因 同时呢 中共国务院安委会决定 对这起重大事故挂牌督办 并派员参与北京市调查组的工作 严肃追责问题 中共国务院这个动作 应该说是出人意料的 大家还记得前天 就是19号 北京市政府新闻通报会上 已经通报了火灾原因 并且还对相关的人员做出了处理 根据北京市消防总队的认定 长丰医院的火灾 是因为施工作业中产生火花 引燃了现场 毅然尤其的挥发性物质 但是很显然 北京市当局之前 对长丰医院火灾的这个定性处理 并没有得到中共国务院的认可 换句话说吧 中共国务院对北京市当局是不满意的 最起码在这件事的处理上 是不满意的 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通报的死亡人数 与真实的死亡人数之间 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昨天节目中我就提到了 北京长丰医院的火灾 究竟死了多少人 很可能存在着满报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 北京市前天就已经通报了死亡的人数是29人 然后再就没有更新过数字 如果只是29人死亡的话 那么遗体辨认 这个环节应该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 最起码应该会有一份死亡名单公布 但是直到现在 长丰医院一直没有公布死亡的名单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对火灾的处理啊 可能还有赔偿的问题 虽然赔偿金额不会多 但是对每个罹难者的家属来说 有总比没有要好 所以呢 人们都会关注死亡的名单 以免呢 错过接受赔偿 我跟大家提过民间的一个说法 说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 意思呢 就是说北京的人呢 可能都不简单 背后都可能有一张复杂的关系网 都可能与某个高官有着亲属关系 因为北京的大官都集中在这儿了 那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可能就得罪了某个高官 所以当局一定会逐一的 对罹难者的家属进行摸底调查 进行权衡比较 看看哪个家庭背景稍微软一点 这很可能就是长丰医院迟迟不公布 死亡名单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调查嘛 在摸底嘛 在权衡比较嘛 也就是说呢 死亡人数很可能是超过了29个的 大家想如果只有29个罹难者 那根本用不着权衡比较 只有超过了29才需要权衡比较 有选 有气 我在节目中提到过消防救援 可能存在着延迟的情况 也提到过这家医院住院的患者情况 大多数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中国新闻周刊引述接近长丰医院的医生指出 周边部分小区很多失能老人都被送到这里 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在等不到消防救援的情况下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想大家都能想得到很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再有一点也必须提一下 当天发生火灾是中午刚过12点57分 可是过了七个多小时之后 官方才在晚上8点40几分发布正式通告 七个多小时 为什么不对外通报呢 甚至连住院病人的家属都不通知呢 是不是因为死亡人数太多 一时不知道如何把握呢 对官方诡异的做法呢 胡锡进也认为不应该 他在4月18号晚上9点37分发帖表示 到官方晚8点40几分发布正式通告之前 网上关于这场火灾的信息 很少有留存的 因此现在人们只看到了官方的文字通报 几乎搜不到有关这场火灾的照片和视频 我认为这不应该 一切的诡异 种种的不正常 都让人非常怀疑 长峰医院真的只有29位罹难者吗 会不会更多呢 在我看来这几乎就是可以确定的了 昨天节目中呢 我也提到了北京网友告诉我 他得到的消息是30多罹难者 但北京网友还特别指出 他不确定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 因为有一个30的红线 也就是说北京网友很怀疑 长峰医院的火灾罹难者人数 很可能是超过了30 越过了这道红线 红线以下 这个呢 是地方政府就可以自行处理 而达到或者是超越了红线 那么就得由中共国务院来处理了 但是地方政府要承担了很大的责任 那现在中共国务院已经是挂牌 都办北京调查火灾的原因 这就可以证明 长峰医院的罹难者人数 一定是超过了30这道红线 这已经可以说是被坐实了 具体超过多少 外界很难知道真相 但这起码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长峰医院 北京市当局是存在着瞒报行为的 所以李强则城北京市 重新调查火灾原因 也就是说长峰医院火灾的原因 可能不是施工产生火花 引燃毅燃的这个油漆的挥发性物质 很可能另有原因 关于施火原因的问题 我稍后会谈到 还是有网友的爆料 咱们这里还是先说这个问责的问题 其实说问责呀 大家也不要误会 并不是中共真的要问责 要问责的话 中共一天都待不了 立刻就得解体垮台 他的问责只是一个表面 或者说就是一个借口 背后真正的原因呢 很可能是中共的帮派争斗 中共国务院敦促北京市重新调查 这等于说是删了北京市当局一个嘴巴 如果具体到人的话 那就可以说是李强在打尹丽的嘴巴 长丰医院火灾 尹丽作为现任的官员责任是推卸不掉的 但是尹丽升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时间可并不长 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所以尹丽呢 即使有责任也并不是特别大 他还可以找到一些借口 推卸掉一些 也就是说李强打尹丽的嘴巴 很可能是在隔山打牛 怼的是尹丽的前任 长丰医院发生这么大的责任事故 问题不可能是现在突然出现的 以前一定也是有问题的 那么作为尹丽的前任不可能一点责任没有吧 那么在尹丽之前北京市委书记是谁呢 大家应该都清楚 就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 现任的中共常委中办主任蔡奇 从2017年5月开始 蔡奇就任北京市委书记 直到去年11月才有引力接任 所以一定意义上来说 很可能是李强在怼蔡奇 在给蔡奇难看 早前节目中呢 我们就分析过 中共20届成员当中 存在着两大棒派 一个是以李强为首的浙江邦 另外一个是以蔡奇为首的福建邦 当时我就说过 这两大棒派将形成一种鼎立之势 争斗可能会比较明显 那如今看来 中共国务院督办北京市调查火灾原因 很明显就是中共总理李强在借北京市 瞒报长丰医院火灾罹难人数的问题 借力发力 打击中办主任蔡奇 那么长丰医院这个火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来说这个问题 很显然李强挂牌督办北京市重新调查 已经推翻了施工产生火花 引燃毅然尤其挥发物质的说法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昨天节目中分析了网传的视频和照片 从种种表现来看 火灾不像是长丰医院院长武警所称征的 局部小火苗 而是有流淌火的迹象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昨天的分析 这里就不过多的重复了 什么叫流淌火呢 就是明火像液体流动一样 那么快速的蔓延 而出现流淌火 应该是有大量的 比如像汽油这一类的溢染物体的 这是必备条件 我注意到有大陆自媒体提到 这场大火来的相当突然 整个楼层的火势漫延相当快 好像存在流淌火的情形 文章质疑 着火的根源何在呢 是否涉嫌人为原因导致的故意纵火呢 昨天我说到这里 我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是我抛出了一个引线 我说这个问题呢 很值得注意 希望有知情的朋友能够披露真相 然后我就转弯去说其他的内容了 今天连续有几位朋友 都通过不同方式跟我联系 像我提供的内容呢 都是一样的 就是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文字截图 其实这个文字截图啊 我在前天就已经看到了 但是当时我认为 其中的说法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 于是呢就没有跟大家分享 但是既然中共国部院挂牌 督办北京市重新调查火印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文字截图当中的内容 截图中显示 法新社引述医院内部人员的消息 报道了火灾事故原因 据称呢火灾当晚 北京卫生局内部通电 长丰医院重大火灾是人为纵火 纵火人已经在火灾中离世了 根据截图中的信息 长丰医院胸外科医生许某某 发现妻子药剂薛某某 与院党委书记有不正当关系 之后表示要跟妻子离婚 然后又将这件事向上级告发 但是院党委书记没有被处理 反而是许某某遭到了医院的报复性撤职 在这期间 许某某的女儿也发生了意外 长丰医院党委书记 将她的女儿诱骗到了延庆区王某某的家中 被当作人质 要挟许某某立即撤回上诉 不料负责看守的这个王某某 奸淫了许某某的女儿 导致许某某的女儿在15号下午 就在王某某家中自杀了 17号许某某被发现精神失常 没有去上班 18号上午 医院的视频监控显示 许某某带着两大桶一次汽油的液体 冲进长丰医院办公楼和住院部 从一楼大厅和二楼电梯间 泼洒了汽油后立即点燃 当晚找到了许某某的尸体 以上就是帖子的大概主要内容 我之所以当时没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 我没有在法新社网站上查到相关的报道 二是帖子中说的最初着火点 是在一楼和二楼 而媒体的报道中最初的着火点是在五楼 就因为这两个因素 所以我就没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帖子 但是中共国务院挂牌督办北京市 重新调查火音 再有不少朋友都发给我这个帖子 于是我就想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许我之前的分析是存在着偏差呢 这也是说不准的 但我还是要说这个帖子的内容 我没有办法证实 分享给大家也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不过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存在 因为毕竟这场火灾很蹊跷很诡异 有一位朋友早前发过一个帖子 小事整明星大事捅日本 内院资本家外恨漂亮国 短短这么四句话 把中共转移视线转嫁危机的基本路数 就给说的清清楚楚 长逢医院火灾究竟死了多少人 恐怕我们很难得知真相 但几乎可以确定的说 一定很严重也很恐怖 因为中共又弄出了一个有影响的人 似乎又是在转移人们的视线 是谁呢 请大家一步到干净世界的西方看点片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将谈到澳门的一位赌场大亨 与周卓华有关系的 也是一位台湾艺人的老公 被重判了14年 被重判的原因是什么呢 请大家一步到干净世界 去继续接着看我们的节目 好观众朋友 咱们今天在YouTube这边就说到这 请您一步到干净世界 咱们那边见